為粵文化發聲,我們要鎖鎖聲 鎖鎖聲,上課了 為粵文化發聲,我們要鎖鎖聲 講到青銅器的使用 我們國家有成一千多兩千年的歷史 作為春秋戰國時候 我們嶺南地區已經進入青銅器使用的年代 銅器工藝一直都沒有停過 而且大戶人家最喜歡用銅整的器皿 又全熱快,並且有夠硬,還要保值身份的象徵 所以上世紀二十年代,西關的打童街 可以說是享譽全國 打童在嘀嘀嘀嘀的聲音當中傳遞出來的 除了是一種工藝,更是一種人民情懷 今晚我們等一個打童世家 和你分享一下西關打童的魅力 我本人做了十一年,我接手十一年 我已經四十年了,四十四十一年了 我這一輩子都是做這一行的 我不想一些新的,我堅持不下去 在以前的產品裡改良了 令到我自己很感動 我亦都把我的東西分享給朋友 把我爸爸以前做的壺 我覺得不用電磁爐太不方便了 我在未生產這隻壺兩年前 我未生產這壺之前 我是不用銅壺來煮水的 太煩了 那我做完這隻壺之後 我就嘗試拿一塊不鏽鐵板 箱在底下 放在電磁爐那裡可以用得到 其實我沒有照顧這個市場的感受 我覺得是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 我喜歡 我覺得我每年都有任務 去出一堆東西出來 我才能夠支撐到 我可以繼續走下去 我接手那一刻 整個西關只有我們一間四平方 現在西關應該有十年間 左左右有 競爭就會變成百家爭鳴 將這個行業復興了 這個是事實 我們買一塊銅板回來 因為要做不同的零件 接著要打成型 接著現在不單要打成型 簡單 就要加一些基理 女生其實素顏多漂亮 再輕輕再刻畫一下 我們就要加取印 做完出來之後 接著就拼接 接著打磨、拋光 接著現在我還沒玩到 我用火亂、吹亂、燒 將它破壞了 它像同顏色 變成 可能有綠色、彩虹色 等等幾種顏色連銅 混合體 上兩三個月 剛好碰到資產協會的主席 嘩,有什麼事搞一下 我們在廣州的在賊名單有13萬人 這樣嗎? 嘗試教它打銅 嘩,試了之後 有十個八個說 嘩,我很喜歡玩 而且我又見到十個八個說 嘩,真是做到事 每一件都是它自己親手做出來 它自己想的 我沒有教它 他們有一句說話是 天生我才必有用 那我會繼續學習打銅 將新的工藝帶回來 告訴它們 接著它知道新的工藝之後 再創作一些新的產品 再推出市場 通過將打銅工藝 交給殘障人士 除了令他們更好適應社會 找到人生價值之外 更加為銅藝的這種技藝 賦予了溫度 全城不單隻冷冰冰的堅守 它更加承載著倫理之間的一種溫情 對美好生活的那種祝福 更加是一種成事的驕傲 謝謝大家